各位同学好,我是吴秘德老师 今天利用Ergold软体来模拟卫星环绕地球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软体 Ergold软体是一个二维空间的物理模拟软体 它主要适用在物理的力学与光学 它适用的作业系统有Windows、Ninus、MacOS以及iPadOS 不过iPadOS要额外付费 由于界面操作简单、轻易力高 是个受欢迎的物理模拟软体 点选绿色的地板,并且删除 接着开启齿轮的部分,也就是设地的部分 变更语言 点选繁体中文 接着右下角的苹果图示 也就是重力的部分关掉 空气阻力关掉 开启隔点 在右下角工具中选起圆形工具 画出个圆代表地球 外观选择蓝色的地球 在材质的部分 在引力的部分 大G也就是重力加速度的长数选择1 质量选择100公斤 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卫星 选一个圆形的工具 画出一个圆 把这个圆点选里面 选择它的颜色 选择绿色 材质部分 另外一样的 我们把大G选择的1 质量换成1公斤 注意右下角的尺规 地球与卫星相距1公尺的距离 我们要复习一下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 首先是万有引力等于R平方分之G大和小M等于R分之NB平方 我们消掉小M与R 在彼此两边开根号 大G带路1 地球质量带100公斤 距离带1公尺 达到速度为10 我们将卫星的速度定为每秒10公尺 接下来地球安装上固定工具 卫星安装上追踪循距器 我们看卫星的轨迹是个圆 速率为每秒10公尺 再次利用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求得的速率公式 其中我们的大G带路1 地球的质量带100公斤 地球与卫星的距离带入4公尺 求得卫星的旋转速率为每秒5公尺 现在我们要将卫星与地球的距离拉开 由原来的1公尺距离拉到4公尺的距离 接着我们点选卫星 将原来的速率为每秒10公尺的速率 降低到每秒5公尺的速率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卫星环绕地球的轨迹 发现这个轨迹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形 速率保持在每秒5公尺的上下 现在复习科普勒行星运动 第三定律 平均轨连设计轨迅三方除以周期的平方是个定值 設定量阻值 等输率圆周运动 速率等於圆周长除以周期 反过来周期等于圆周长除以数率 带入平均轨连1公尺以及数率为每秒10公尺 得到的是2.53 接着再带入另外一个轨道 此为4公尺 以及数率为每秒5公尺 也一样是2.53 这个模拟实验 印证了科普勒行星运动第三定律 其中轨道的平均半径越大 运行的周期也就越久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吴明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